一人流量左和前妻 有一個兒子劉子泉 她於二嶺六年與趙小巧結婚後 組成重組家庭 三人之間的感情十分要好 去年夫妻倆迎來女兒點點寶寶的誕生後 劉子泉更是化身寵媚狂魔 對面美百般疼愛 竟然劉子泉身上大三 一家四口拍攝了上學影片 由她開著車載著家人一起去學校 期間劉子泉表示 平時和媽媽一起照顧妹妹時 她都會觀察媽媽有什麼需求 也會看媽媽怎麼整理 學會了之後就去做 希望能減輕媽媽的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 劉子泉雖然早已將趙小巧 視為自己的母親 但向來都是以小巧稱呼對方 如今在影片中卻改口叫媽媽 迎來網友感性直呼 第一次聽到子泉叫媽媽 劉亮左也親自現身留言區透露 子泉在幾個月前 自己決定要叫小巧媽媽 讓身為爸爸的她也很感動 比較像助攻啦 我覺得這也蠻好的就是 媽如果需要什麼的話 不知道她沒拿或沒做什麼 我就去幫她做